第2061集 秦皇到来 他在接受浮屠龙火的纪念 人人听到这个惨叫都心里发麻 不知道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好了 这羽化门的清洗彻底成功了 不过今天的事情大家不许外传 就当没有事情发生过一样 知道吗 如果我在外面听到任何消息 必定严查 到时候传出去的人 下场就跟这朱冲阳一样 我清洗了整个画家 大约你们也知道我的手段 方寒做完这些事情 突然回身端坐在王座上 对着在场诸多长老 甚至七大黄者道 方寒现在真正坐在了 长教大卫上发号施令 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他刚才血腥清洗画家的 所有血脉的残酷手段 已经震慑了人心了 当然 令所有人都忌惮的是 连华天君的一缕意念都奈何不了的 这就真正奠定他的根基了 怎么 月黄冰黄霉黄 你们可有意义啊 你们也是羽化门的整个决策高层之一 现在画家消失了 被全部清洗掉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 羽化门真正地干净了 一个朝气蓬勃的门派 必定屹立于天界之巅峰 方寒扫尸在场的七大黄者一眼 我暂时替代羽黄师兄 执掌大叫 遇到决策的事情 我必须要和你们商量 今天的事儿必须要封锁消息 这件事情你们赞同不赞同 月黄开口 消息必须要封锁 否则会给我们羽化门带来动荡 不过这件事情只包不住火 迟早要知道的 那就拖 能拖一时试一试 等我从天庭参加天才战回来 也许又会是不同 格局为之一变 说不定到那个时候 就会晋升为黄者 没有人可以对我们羽化门 图摸不轨了 没黄说 你现在的实力 如果召唤出天禅佛皇 可以媲美天地同手的 至尊强者 高端战斗力 我们羽化门 并不弱于任何门派 甚至还超越了 不过 画家被清洗 对于我们整体综合实力 有很大影响 下面我们羽化门 必须要到处招收弟子 培养起来 这是必须的 七大皇者这一开口 倒是说开了话题 开始议论纷纷 气氛罕见地轻松起来 以往在采取店召开会议 都是气氛紧张沉默的 因为画家的一群老古董 十分小心 生怕外星高手做大 现在没了画家的人 所有的人都畅所欲言了 这一次会议 居然开得出奇地轻松 气氛轻松愉快 甚至所有的外星圣人 都感觉压力消失了 他们现在也明白 画家消失了以后 他们的修炼资源 也会丰富起来 以往整个画家弟子 都是占据了 羽化门中最好的资源 风云 画家现在被清洗掉 他们掌握了上千座宝库 每一座宝库之中 都积蓄了我们羽化门 亿万年收集来的材料 丹药 各种东西 现在该怎么分配 莫皇不开口 突然一开口 就说到正经的点子上 这个 掌教师兄早有安排 到时候你们七个 作为主持 把宝库收回 然后作为挑选 弟子修炼的资源所用 方寒抚摸着手中的 无上羽化令 七大皇者一听 顿时个个大喜 听方寒的意思 那画家遗留下来的 宝库财产 都会交给他们来处理 那简直是发达 不过呢 我要提醒各位 方寒看见七大皇者 个个都脸上 显现出喜色了 你们都是羽化门的人 现在我羽化门 不是衰弱 而是强盛 在以后的岁月中 会更加强盛 还有 华天君 虽然是我羽化门的 开派祖师 但是现在 画家血脉 全部都清洗掉 这门派 就和华天君 没有一点关系 那华天君的神仙 要不要撤掉 土圣土龙孙开口 他这开口怨气冲天 显示平时 被画家欺负的厉害 现在爆发出来 就要捣毁 华天君的神像 出一口恶气 这是必须的 方寒嘴角 显现出一丝冷笑了 我们羽化门要振兴 就必须要破纸利心 华天君的神像 必须要拆除 还有 刚刚的华家的人 激发了 华天君的园灵出现 华天君说什么 即将归来 这都是威严耸听 他已经是个 半死的天君了 苟延残喘 而且 他和灾难天君 是死敌 害得我羽化门 一只灾难天君中的 眼中钉 得到天庭的资源 很少 难以发展 这也不是个好事 可是 兵皇开口 可是什么呀 方寒目光寒冷 人人都尽若寒蝉了 可是万一 华天君归来 我们在大义名分上 都占据不住脚跟 而且一位天君 我们根本无法抗抗 整个羽化天国 都是他一手锻造的 他想收走 泯灭我们 也不是一个难事 兵皇说出了 关键点 放心吧 在不久的将来 羽化门的天国 会重新断走 我会请一尊 伟大的存在前来 重新缔造天国的 那个时候的天国 会比现在更为强横 而且 华天君就算回来 能够掀起多大巨烂啊 况且 我背后的伟大存在 比华天君 不知道强横多少 他就算归来 也就是一个 被击杀的下场 你们放心吧 羽化门固若亲汤 至于什么大义名分 天下哪有不灭的王朝 改朝换代是正常的事情 天庭都一主了 何况是门派 我隔顶羽化门 是顺天应人 大义自然在我这 第2062集 画家无老 方寒丝毫不以为然 他相信 混乱天君 肯定是有办法 对付华天君的 从他请出了传说之杖 就可以看出来 华天君早就在 他的算计之中了 华天多啊 华天多 想不到 你我之间的恩怨 居然延续到达了天界 不过 你注定会不要踩死 我倒是希望你继承 华天君的一波 甚至 你就是华天君的转世 修成天君之身 彻底归来 在你最荣耀 为阵诛天的一刻 不把你斩上了 方寒心中 涌起了一个念头 齐大皇者听见 方寒这话 彻底的安心 他们现在已经 确切地知道 方寒的背后 有伟大的存在 至少是天君 有天君的后台 羽化门肯定会 安全很多的 就在方寒正准备 把门派中的一些细节 安排下去的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 从羽化天国 传递进来 南宫世家秦皇 南宫伤心前来拜见 声音幽远深长 显现出 无比浓烈的气息来 似乎是生命 得到了最终升华的人 这声音 齐大皇者听见了 彼此之间对望眼 眼神都十分地震撼 他们都感觉出来了 这声音是 天地同寿的枪折 才能够发出来的 这也就代表着 南宫伤心修成了 天地同寿的境界 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进步速度 要知道 整个天界的皇者 非常之多 但修成天地同寿的 少之又少 更多的皇者 在漫长的岁月中 苍老而死 请进 方寒把手上 无上羽化令挥舞 顿时在空间中 开闭出了 长长的通道 就看见通道尽头 出现了一个 白衣圣雪的男子 气宇轩昂 走到裁决殿的面前 一步跨入殿堂之中 正是情圣 南宫伤心 南宫伤心这一走进来 就看见方寒 端坐在羽皇的宝座上 顿时脸上显现出了 惊讶之色 他万万没想到 以前一个祖先的人物 现在居然强横到了 这种程度 虽然他也知道 方寒的后台是混乱天军 但是这么快成长 还是难以置信 这就已经不是 天军的能力了 而是自身大气韵 大天赋 大智慧和大毅力 秦皇到此 有何贵干 我还得多谢 你的圣洁丹药之气 方寒看到南宫伤心 脸上显现出笑容 现在南宫世家 已经成为他这一方的人了 秦皇更是 混乱天军的记名弟子 到来这里 肯定是有好事的 南宫伤心看着方寒 良久叹息了一声 想不到羽皇说的是真的 我这次前来 是和羽皇并肩作战 他拜托我来看看 门派中的一切 想不到 你做得比他要狠 要干净 彻彻底底破旧立新 什么 秦皇 羽皇 帐教之尊真的还在 七大皇者个个都震惊了 不错 他刚刚还和我并肩作战 对抗蛮族 并且替我们南宫世家 击退了蛮族大军 你们中州处于十万大州的中心 蛮族还没有敢深入 而我们南宫世家 却就遭到了蛮族中 黄者的围攻 幸亦宇皇突然出现 手持图腾之冠 一连斩杀了四尊蛮族皇者 把无数蛮族大军都卷入了图腾之冠中 然后一路追杀 深入了蛮荒深处 南宫上心嘖嘖赞叹 风元 我现在是真正地佩服你了 图腾之冠这种大气韵的东西 都能够得到 有了这冠 只要不遇到蛮族中的天君 恐怕所向无敌 横扫僻 那现在羽皇师兄 深入着蛮荒深处去了 这可十分危险 蛮族中有绝代天君的存在 方汉听见这话 却是担心起来 放心 蛮族之中的天君一旦出现 必定排山倒海 而且天庭的高手 灾难 永恒 杀戮 雷地 已经严密监视蛮族和异界天君 只要他们一动 就立刻出手镇压 而且天君之间似乎已经有了协议 不会轻易出手 再说了 你背后的那尊大人物不会坐视不理的 羽皇现在 可是也有希望突破那一层桎梏的人 羽皇不愧是羽皇 我这一段时间 其欲连连 突飞猛进 但是还远远不能够和他比 他现在越斩杀蛮族 力量就越增加一分 那图腾之冠 恐怕超越了审判之枪 成为天界第一网品仙器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动晋升为圣品仙器 不过 那可能要炼化蛮族之中的天君 听见南宫伤心这么一解释 在场的羽化门弟子 太上长老圣人 还有至先皇者都放松了许多 羽皇还在 而且斩杀蛮族越来越厉害 看来羽化门并没有因为 画家的清洗而变化 而是越来越强盛 如果羽皇真的有可能晋升为天君 那恐怕 就算是天庭都不能够直接指挥了 羽化门就可以像是木野家族 皇甫家族一般 屹立于天界各大家族的巅峰了 还有 冯元 我这次到来 当然不是为了说这一番话 羽皇有重要的东西让我带来 说话之间 秦皇南宫伤心把大秀一扶 一道光芒激舍而出 五个人影掉落在裁决殿中 显现出了身体来 赫然是画家无老 画文昌画文斌画文武画文天 画文成 第2063集 击破神像 这五个皇者现在依旧是天仙境界的小蚂蚁 所有的法则全失了 但是口中咒骂不停 羽皇 你们不得好死 可恨 我们没有暗算到你们 但是华天军必定要降临 所有的人都要死 大哥 我们换了地方 好像来到羽画门的裁决殿中了 突然 画文斌对着画文昌说 啊 裁决殿 羽皇居然敢带我们来到裁决殿中 他不怕画家的人造反吗 画家无老一看到裁决殿 顿时兴奋起来 但是随后就看到了高高在上 端坐在王座上的方寒 顿时个个都呆着住 随后 画文昌眼神乱扫了一圈 没看到画家的一个弟子 顿时心中一震 兵皇 你们来得正好 羽皇 还有这小畜生窃取神奇 立刻召集所有画家的人 制裁此子 我们要召开大会 弹劾羽皇 画文昌说 土圣土龙孙开口 画文昌 别浪费力量了 现在羽画门已经变天了 你们画家作威作福的时代 一去不返了 画家的人 已经全部都被封原杀光 清洗了一遍 画文昌 这是好大的胆子 敢勾结外人 谋害掌门 兵皇 梅皇等皇者这个时候 都彻底相信了 画文昌勾结外人 谋害掌门 这种寒心的事情 所有的外星高手都忍受不了 凝目张胆地勾结外人 不顾规矩暗算 这岂不是无法无天了 还有什么规矩 虽然画家的羽画门中一手遮天 但是这种先例绝对不能开 画家简直是无法无天 绝对不能够容忍 刚才清洗的对 连掌教至尊都暗算 还有没有大局 还有没有规矩 画家的确是毒疗 杀得好 该死 的确是该死 画家没有了 我们这些弟子也终于可以出头了 以往被画家的一些顽固压迫着 那些顽固弟子不好好修炼 整天生色全马 但是占有大量的资源 却直接超越了我 我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在场的千百太上长老 圣人 原先 祖先 圣子 甚至还有金仙 何欣的高手 连大尊者 长庭这些地位 低下的尊者都来了 看着方寒 想起当日的模样 不由得一阵唏嘘感慨 画家被清洗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华文昌看了看四周 指着诸多人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 我们画家是与华门的主宰 你们居然敢清洗 我告诉你们 华天君在不久之后就要降临 你们都面临毁灭 华文昌 刚才华天君的神念已经降临 可是却被传说之杖击破 彻底消失 月皇忍不住说 所以你们画家 已经彻底没有了希望 风元的后台 乃是多宝天君 手持传说之杖 横扫天地 华天君也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 你们要接受 谋杀掌门的惩罚 什么 华天君的神念降临被击溃 华文昌好像苍老了数万年 但是随后 他的脸色凌厉起来 你们这是在撒谎 华天君多大的神通 怎么会被击溃 而且是在与华天国之中 这天国就是为华天君锻造的 你们想歧视灭祖 够了 方寒发出了声音 把所有的声音都压迫下去 华文昌 你们五个人最大恶极 羽皇师兄把你们送回来 也是最终下定决心了 你们还想着华天君来解救你们 真是笑 我今天正要做一件大事 你们看好了 这破旧立新的大事 表示着我羽化门的最终革顶 说话之间 他双手一握 当空一划 立刻整个空间裂开 云雾散去 羽化天国之中 一座大殿显现出来 这座大殿正是圣殿 在圣殿的中央 一座高大的圣像耸立着 是华天君的神像 方寒当日 就曾经给这座圣像上过香 凡是羽化的弟子 都给这位祖师上香 当初方寒看不清 这神像的真面目 但是现在却看得清清楚楚 华天君站立在苍穹间 背负着双手 目视着远方 有一股不可一世之威严 给我破 方寒从羽毛座位上站起来 双手挥舞背后 飞出八步浮屠来 条条阵龙钢气 汇聚成一道洪流 对着华天君神像冲击过去 那神像立刻爆发出了 一阵阵的进发 阻挡住了方寒的攻击 华天君 你的本身意念 都被传说之杖击溃了 一个小小神像 居然敢阻挡 毁灭 方寒双手再次一变 斩出了一道 长河式的命运之道 围绕着华天君的神像 脖子一转 吃辣的一种 一切进发都破灭了 华天君神像高大头颅 轰然一下掉落 砸在了地面上 那颗头颅斩杀过的地方 居然有鲜血流淌去了 方寒丝毫也不理会 一握拳 一拳击出 浩瀚的拳进 纪元之道 把华天君神像的身体 打得四分五裂 一尊传说 一尊亘古的存在 神话 在这一刻彻底的破灭了 羽化门之中 华天君的神像被摧毁 真正的代表着 破旧利新 七大皇者 所有圣人 元仙圣子 金仙弟子 都看得目瞪口袋 不能自己 虽然说方寒要破旧利新 但是现在真正毁了 华天君的神像 诸多人还是觉得 有一些不自然 不过 有一些对画家 极度仇恨的高手们 却大吼起来 痛快 痛快 凤世兄无敌 凤元无敌 畜生 华文昌 画家五老 个个都肝胆剧烈 痛心疾首 华天君在他们心中 那是信仰 是精神寄托 现在神像都被毁了 他们几乎是想把方寒 立刻碎石万段 画家五老 华天君的神像已经毁灭了 方寒大手一撞 华天君的神像就化为了许多元气 冲入八部浮屠之中 这神像的材料是无上法宝 对于自身元气大有弊 方寒自然不会放过 现在就该审判你 呸 华文昌一口吐出来 一脸的不屑 方寒却丝毫不动 诸位 画家的所有血脉 都已经朱砂一空了 这画家五老是罪魁祸首 断然不能够留 现在就是名正典型 我亲手了结他们 这是我与画门新的开端 你敢 华文昌怒吼咆哮到 方寒遥空一场 华文昌声音停止住 化为了碎片 然后直接燃烧起来 灵魂意识在空中化为了虚无 彻底消失 形神俱灭 紧接着 他接连四指弹出 画家的另外四大老古种 全部都化为碎片 也熊熊燃烧着 灵魂在哀号 在惨叫 足足十个呼吸之后 画家五老彻底地消失在世间了 安静了 所有羽化门的高手都心中 同时涌起了一个念头 南宫伤心欣赏地看着方寒 好好好 风元 不愧那位天军这样地看重你 守护你 果然手段很辣 敢于破灭创造 毁灭了羽化门的开派祖师 化天军的神像 将来必定会超越我 我现在就已经超过你了 方寒毫不客气 要不然怎么会坐在这里呢 代替羽皇师兄执掌大教 南宫伤心听见这个话 不但不生气 反而笑了 你若是祭出天禅佛皇 我倒真要退避三社 好了 这次的会议结束 画家的所有人都得到了制裁 羽化门中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也要去参加天庭天才战的战斗 以你的实力 夺取第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过也不要掉以轻心 有一些天庭神谕执法弟子 还有不出事的年轻高手 也会出现 他们的身上都有重宝 阴沟里帆船的事情 也不是没有 秦皇告诫道 我一生征战 不知道多少次 怎么会翻船呢 方寒走下了羽化王座 把无上羽化令一丢 滴溜溜地飞行在七大皇者面前 你们七大皇者 执掌无上羽化令 等待掌教师兄回来 我带领我们的诸多羽化门圣子 核心弟子 先去参加天庭的天才战 天庭这次举行的天才战 挑选分为很多级别 金仙级别的 圣子级别的 还有更高一些级别的 从其中挑选出出类拔萃之辈 进行丰厚的奖励 当然 永恒天君的义女也会去观看 一些天庭的大人物 也会从其中挑选天才横溜之辈 放心好了 我们执掌无上羽化令 会把羽化门真正的整顿好 七大皇者一口同声地说 待掌门若是能够取得永恒天君的青睐 我们真就已登天了 他们的称呼都变了 好了 走吧 方寒大袖一挥 一些永化门的圣子 还有金仙高手 都被他卷起 收入了鬼舞圣徒之中 然后和秦皇南宫伤心 飞出了羽化天国 南宫伤心看着并肩而行的方寒 正好 我也要去天庭 就一起上路 我的任务是带领南宫世家的诸多弟子 参加天庭天财战的斗争 本来我南宫世家 也有几个不出事的妖孽天财 对这次天财战信心在握 可惜的是 除了你这样一个人物 所有的人都要退避三社了 其实 我对这次什么天财战并不感兴趣 在我的眼里 就是想孩子过家家罢 方寒摇摇头 这次 我是去天庭见一个人的 南宫伤心的 那个人是个女人 而且 曾经是你最为亲密的人 方寒诧意地看他一眼 不用这么看我 我虽然突飞猛进 奇遇连连 而且得到了混乱天军大人的指点 不过 却推算不出来你的一切 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前世肯定是大人物 要不然 天军大人也不会守护你 但是你忘了 我可是秦皇 对于秦字 有着独特的嗅觉 你刚才的话语之中 含着深情 我瞬息之间就感觉出来了 南宫伤心白衣飘飘 行走间潇洒古意 不愧是秦皇 方寒脸上神色很淡然 走吧 我们先去天庭安顿好 那好 万皇裂空 大盗破碎 第2065集 到达天庭 秦皇双手一震 立刻在空中 打出条条裂痕来 拼凑成了一个通道 直接苍穹 我们尽快到达天庭吧 这次天庭对于天才战非常重视 各大门派的弟子进入天庭之后 都会安排平洞天伏地之中驻扎 因为大战要持续一段时间 有的弟子可以在天庭的洞天伏地中修炼 这个机会难得 我认识天庭的一些好友 他可以帮助我们安排上好的洞天伏地 秦皇走入通道之中 洞天伏地修炼 有什么好戏气 持得这么去强 方寒笑笑 秦皇正中道 这你就不懂了 别的洞天伏地很正常 但是天庭的就不同 天庭其中有天脉元气 就算是你我都大有弊异 天脉是晋升天军必须的修炼元气 还有这等事情 方寒愕然了一下 天脉元气非同小可 天庭居然泄露出一些来 看来对这次天才战很重是吗 秦皇思考着 也许是这次蛮族进攻 对于天庭有很大刺激 以往天庭的政策 是对各大门派分化 打压 相互之间制造仇恨 但是这次 好像是为了团结各大门派了 蛮族一向活动 在天界十万大洲的边缘 被天庭压制得死死的 已经有了上万年的时间 折服了 谁知道 这次居然爆发出如此强横的战力 要直接毁灭天庭 这就让天庭诸多强者都恐慌了 蛮族突然进攻天庭 我也很意外 方寒点点头 天庭有那么多无上天军镇守 蛮族虽然是一群野蛮人 但也并不是傻子 这样发动进攻 应该要武成的把握才是 那是必然 其实羽黄这次斩杀蛮族 深入蛮荒之地 就是为了查清楚蛮族 到底有什么依仗的最大秘密 如果查清楚了 这是一项天大功劳 就算是天庭 也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天脉元气 来奖励羽化门 到那个时候 羽化门才会真正地飞速发展 天脉元气 方寒念叨着这四个字 一个门派最为根基的东西 是灵脉 而且要品质高的灵脉 羽化门就只有一条圣洁灵脉 一般的圣子都无法汲取到 如果能有许多条 就算是真传弟子都能够吸收 那羽化门会膨胀到一种什么程度 而且灵脉之力可以调整时间 外面一个时辰 羽化门这种万年过去了 许许多多弟子直接修行万年 疯狂吸收品质高的灵脉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只怕不出个几年 羽化门的实力就会增强千百倍 而天脉就更为神奇了 根本不是圣界灵脉能够比拟的了 双方的差距就好像是王品仙器和圣品仙器之间的差别 甚至还要更大 灵脉从九阶到一阶 然后是王阶圣界 最后是天脉 每一个阶段的元气品质差别都是从天到地一般 方寒从来没有尝试过天脉的滋味 倒是很想吸收一下 甚至他现在还考虑用三十三天至宝推算天脉的结构 说不定以后能够克隆出来 这次天庭之行期待很多 天界灵脉 传闻中可孕育天君的灵脉 到底是什么样子 天庭的诸多天君 永恒混沌杀戮雷地 对 特别是雷地天君 我有可能看到 希望不要看出我身上什么端倪才是 对于这次天庭之行 奉寒心中是既期待又紧张的 期待是因为 淹水天 紧张是因为 在诸多天君的窥视下 很容易暴露自己 他现在 虽然连天地同寿的至先皇者都不怕 但是对天君 却忌惮忐很多 一尊天君可以随意地捏死他 不浪费任何力量 不过得相信 混乱天君早有安排 不会让自己暴露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的 两人风驰电车身躯一洞 就穿越了无数层层叠叠的空间 冲向极高的苍穹 大约是飞行了一天一夜 轰的一声 就看见了无边无际的巨大宫殿 绵延万亿兆里 耸立在九天之上 这就是天庭之所在 这是方寒第一次飞进了天庭 才感觉到宏伟壮观 大不可量 也只有造化仙王这种伟大的存在 才能够缔造出如此浩瀚的天庭来 掌握天界大权 威慑横河杀树一般的 异界强者和野蛮之族 方寒看着天庭摇了摇头 感觉到了力量的伟大 自己就是沧海一宿 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够拥有如此伟岸的力量 缔造天庭的力量 杀戮万物 磨灭虚空 贯穿过去未来 当初他在天界之洲中 也看见了天庭的轮廓 但是远远没有这么震撼 天庭的位置处于高高九天之上 无穷虚空的深处 从地面向上飞升 要经历无数空间风暴 时空密度 还有朔峰火层灰层 无数的危险地带 只有强者才能够到达 普通的金仙强者 根本无法通过飞行到达天庭 当初方寒晋升到达半圣修为 估算了一下 从天舟飞行到达天庭 也需要数天数夜的时间 更何况是金仙 不过他现在是真正的圣人 而且是那种强横的离谱 可以击杀皇者的圣人 飞行到达天庭 几乎是不浪费吹灰之力 秦皇也是一样 第2066级 欧阳图 两人从地面飞行 到达天庭之外 也都被壮丽雄伟的景色所震撼了 秦皇似乎是以前来过天庭 倒是看着天庭似乎在寻找上了 走吧 我们飞向迎仙门 到达天庭之后不能够乱闯 否则会被格杀 就算皇者也不例外 两人再度一扭转 接近了天庭 飞向迎仙门所在的位置 刚刚接近天庭 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就感觉到空间剧烈波动 一股股的天波在汹涌 是天庭的进发 来者何人 数十尊强大的圣人 从天波中钻出来 这些圣人手持长枪 身穿铠甲 看着方寒和秦皇南宫伤心 是天庭的守护着 在下秦圣南宫伤心 是这次来带领弟子 参加天庭天才战的 南宫世家领袖 这位是羽化门的圣子风源 带领麾下的圣子前来 南宫伤心把手一拱 其中一位圣人脸上显现出 诧异的神色 原来是秦皇 南宫雄 你究竟得到了什么奇遇 居然竞争得这样的快 去年还是秦圣 今年就成了秦皇 而且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修炼到达了 天地同寿的至高境界 从此之后 天界不灭 你就不灭 回生 别来无恙 你我已经有很多年不见了 南宫伤心哈哈一笑 带我们进去吧 给我们安排一个好一点的洞府 拥有天脉元气的 这位是我的好友 羽化门风源圣子 是羽化门的带队领袖 什么 一个圣子作为带队的领袖 羽化门的羽皇为什么不来 就算羽化不来 其他的皇者也应该来 画家的一些皇者呢 我记得 他们跟天庭的关系 一向不错的呀 几位圣人诧异地看着方寒 这次来的各大门派天才弟子 都有皇者至先的带领 但是现在羽化门 就一个乳秀未干的圣子带队 这大大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 这次蛮族入侵 我们门派中的皇者都出去杀戮了 不过我带领队伍已经足够 方寒不动声色 是吗 这些天庭的守护者圣人上下打量着方寒 并没有看出什么特殊的来 不过 他们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纠缠 挥了挥手 澎湃的天拨出现了一条通道 两个圣人站立出来 为秦皇和方寒带路 一面向前走 到达了天庭之中 突然 南宫伤心对着身边的圣人道 挥圣说 正巧 我手上可以安排一个玉雀洞府 可以让南宫世家的人居住进去 至于其他的洞府 他看了方寒眼 南宫伤心接连说 风元和我是生死之交 一起安排吧 好处少不了你们的 玉雀洞府我们早就已经包了 南宫世家还想染指 就在南宫伤心和挥圣商量的时候 一个声音从前面传递出来 谁 南宫伤心听见了这个声音 脸色一寒 就看见了前面的天拨 一阵阵波涛汹涌 走出了几位高手 这些高手身穿道袍之上 都刺绣了一只大鸟 似乌鸦漆黑阴色 古老 代表了太古诅咒的化身 他们一站出来 就用挑衅的眼光看着南宫伤心 却不用正眼看一眼方寒 似乎方寒并不被他们放在眼里 其中一个高手 身上闪烁出黄者的气息 双手抱负 如把太极搂住一般 我倒是谁 原来是欧阳世家的人 南宫伤心看清楚来人 哈哈一笑 语气中却充满了杀技 欧阳世家 这次看来是和我们南宫世家 卯上了 图皇 欧阳图 我就看看你 有什么资格带领欧阳世家 和我们南宫世家争锋 说话间 南宫伤心直接出手了 气息压迫 身上一个淡淡的影子出现 转而之间变得浓烈了 这个影子身穿铠甲 当空一滑 顿时所有的元气凝聚成了一张大弓 大弓之上 出现了并排十只神剑 突然一震 十只神剑仿佛化为了十条魔龙 带着太古的气息 扑向那欧阳世家的领袖 十剑只是一震 就把对方的护身钢器给撕裂了 绝情剑道 天地同树之境界 欧阳图感觉到了长剑的恐怖 李克身上出现了诸多法宝 大吼了一声 双手挥舞 结下了道道法印 才勉强抵挡住了长剑 但是 在南宫伤心幻化出的那个虚影 咆哮连连 身上恶念滚滚 大手一抓 背后生出一对漆黑的翅膀 仿佛恶魔之一一般 那大手黑气加持在了剑身上 就是一震 立刻想起了炒豆子式的声音 欧阳图身上的法宝一件件的爆炸 才一口鲜血喷出来 小心 你敢 南宫伤心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在这里动手 这里是天庭 不是你们南宫世家 几个声音 一下从远处传达过来 居然又是欧阳世家 和别的世家皇主 足足有三个万元 到达了欧阳图的身后 各自出手 吐气开声 三道圣光击射出来 顿时就把南宫伤心的攻击 给抵挡住了 一顾顾强大的法力波动 散发了出去 第2067集 苦主找上门来 哼 公阳世家的人也来了 弟子之间还没有较量 就想和我先大战一场吗 你们四个一起上吧 让我看看 你们两大使家的人 有多么厉害 南宫伤心的背后 又显现出一个影子来 这个影子 却是正气凛然 双手合十 稍微一动 白红惯日 经文密布周身 散发出善良美好的气息来 和那个邪恶的影子 完全是对立的 你居然也斩伤了 善额二世 四大皇者同是一阵 连连后退 看着南宫伤心 显现出了 不可思议的神色 去年你还是一个圣人 法力弱小 怎么一年之中 就晋升为了皇者 还修成天帝同寿的 至高境界 成为半部天君 这是为什么 欧阳图震惊无比 住手 天庭之中 剑者打斗 许多天庭守护者 身穿铠甲的圣人 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 暗宫伤心 微微一笑 把身体的法力一收 风元 这是欧阳世家 和公阳世家的人 和我们南宫世家 有一些小小的矛盾 今天正好借机发难 却不知道我修炼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 就算他们联手也无济于事 那就好 方寒点点头 欧阳图 既然知道我修炼到达了天地同寿的境界 你就应该知道这种境界的厉害 你们欧阳世家的家主 才有资格和我对话 现在 就滚出欧阙洞府 让我们南宫世家的弟子驻扎吧 南宫伤心十分的霸道 根本不看一些天庭的守护者圣人 他知道 天地同寿的境界地位非常之高 等于是天君后补 一般的天庭也不愿意多得罪 遇到事情 对于这样的人物 都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 这样的人物也只有天君 才能够和他们计较 欧阳世家 公阳世家的人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 这一次碰了个大钉子 但却又不甘心就此离去 折损颜面 老祖 就是他 没有错 他是羽化门的风源 凶神恶煞 曾经秘密杀害了我们 欧阳世家的一位太上长老 欧阳称 突然之间 在欧阳世家中 一个弟子叫了起来 什么 他就是羽化门的风源 最近鸣声雀起 在血色试炼之中 得到了天蝉 佛皇尸身的那个 大七云弟子 立刻 欧阳世家 公阳世家的高手 目光都激射过来 上下打量着方寒 甚至要把他的身体 直接蒸发掉一般 方寒在血色试炼中的表现 已经传递出去了 现在几乎是 各门各派的高手 都知道有风源这么个人了 是这次天庭天才战的所有高手的劲敌 不过 方寒击杀宝圣悲圣患圣的消息 却并没有传递出去 自然清洗羽化门画家 推倒画天君神像的事也没有传递出去 否则的话 这些人只怕是根本不敢用目光赤裸裸地打量的 风源 你就是渝化门那个天才弟子 在血色试炼之中 大肆杀戮别派弟子的那个小魔头 这且不说 血色试炼有血色试炼的规矩 不过你在红旗楼中 杀了我们欧阳世家的一尊太上长老 怎么说 欧阳世家的欧阳图眼神犀利 你们的长教羽皇呢 叫他出来 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方寒心中一动 这才记忆起来 当初自己还是金仙的手 去红旗楼购买佛芝 遇到了一个嚣张地要死的祖先欧阳昌 随手击杀 这件事虽然红旗楼答应会保密 不过纸包不住火 肯定会透露出去 现在 苦主找上门来了 我们羽皇掌教 击杀蛮族去了 这次 羽化门的圣子 是由我带领队伍 有什么事可以和我交涉 至于杀了你们家族中的一个太上长老 欧阳昌 是有这样的事情 不过是欧阳昌主动袭击我的 步步喊杀 更要杀死红旗楼中的诸多长老 我迫于无奈 只有出手把其斩杀 这是自卫 如果诸位不相信的话 可以和红旗楼联系 里面有当日的场景 方寒不卑不亢 声音淡定 丝毫没有被黄者的压迫所感到的恐惧 这一阵波动 在场围攻的高手越来越多 有一些人看见方寒这么从容不迫 心中都生出了忌惮 有的居然产生了杀意 这样的人 对于许多弟子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羽化门之中 出了这个绝代天才 只怕日后要崛起 这人如果不死 一直修炼下去 也有可能达到天地同寿的境界 那个时候羽化门实力大增 听说他在血色试炼之中 得到了天大奇遇 是 天产父皇的宝库 全部都被他收取走了 这个弟子要崛起了 不一定 你看那欧阳世家的人 抓住了机会咄咄逼人 肯定不会放过他 而且羽化门最蠢的就是 居然不派至先皇者前来保护弟子 不知道这次天才战 肯定会有很多暗算的事情吗 一个天才弟子 死了的话就再也无法诞生了 也许 羽化门的人是想磨炼他 呸 什么磨炼 我看是让他来送死 羽化门的内部情况我知道一些 画家的人不会让这种天才弟子出现的 这就是明目张胆地让他来送死 第2068集 屠戮之刀 诸多为官的高手都议论纷纷 知道方寒这次天才战肯定是要遭遇许多阴谋算计的 而现在就面对欧阳世家的压力 小辈 你终于承认杀了欧阳昌 只要你承认就好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今天我就擒拿了你 让你们羽化门来领人吧 欧阳世家一尊圣人级别的高手说话 突然一下 他飞了出来 整个人身体一晃 就来到方寒的面前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掌劈去 当空抓握 立刻虚空颠倒 闪电雷鸣 雷鸣一击 这尊圣人 修炼的是雷之大盗 已经凝结出了雷霆属性的天心圣剑 一掌击触 竟然演化成了绝杀之势 找死 方寒鼻子哼出一句 大袖一服 这尊圣人如遭雷击 所有的攻击都全部瓦解 人在空中 哇的一口喷出鲜血来 方寒随手一抓 就把这尊圣人抓在了手里 好像提小鸡一般 欧阳世家的人 居然敢这么偷袭我 冒犯我者 立刻得死 他的手上冒出熊熊火焰 这欧阳世家的圣人 立刻燃烧了起来 好像火炬烙烛 惨叫之声撕裂了天庭的沉寂 传递出去 让所有的人都听到 大胆贼子 一声巨响 欧阳图怒目原睁 黄者威严一触及发 身体一步就逼迫到了方寒的面前 左掌提起当空镇压下来 图黄印 在他手掌上的元气 凝聚成了一方大印 好像黄者盖上玉玺 有不灭之威能 方寒看也不看 手掌凝聚成龙形 变化成祖龙之手来 上苍气息使得龙爪都在颤抖 倒倒群龙真气静相生腾 把龙族文明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一刻 他就好像龙族的开创者 活了多个混沌纪元的老古董 两掌相交 欧阳图被镇飞出去了 全身衣服都被龙力撕裂了 变得赤身裸体 狗屎一样东西 你敢来找我的马呢 你真当我羽化门中无人吗 方寒一掌镇飞图黄欧阳图 窥然不动 显现出了绝代雄主的威严来 谁要敢对我羽化门不利 杀无射 这一掌镇破你的衣服 就是给你一个教训 要是你再冥完不灵 我就直接把你击杀 这声音由一股自然的射服力量传递出去 周围的每一尊高手心灵都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恐惧 好像直接面对了洪荒祖龙一般 秦皇南宫伤心也是大吃了一惊 他知道方寒厉害 但是万万没想到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一掌就把黄者震飞了 比他似乎都要凶猛 八步浮屠炼制成了王品献器 果然厉害 完全可以镇压死黄者 他现在也大概是看到了方寒刚才施展的龙卓武学 是八步浮屠的力量 羽皇告诉我 他把十大黄者血迹 炼制成了这一件浮屠 我还不相信 现在看来是真的了 你 在场最震惊的 莫过于和方寒动手的图皇欧阳图了 脸色凝重 身体一个摇晃 一道神光笼罩下来 多了一件衣服 他很愤怒 恨不得立刻要和方寒去拼命 但是理智拉扯住了他 方寒刚才表现出的实力 根本不是他所能够抗衡得了的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圣人 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强横战斗力 想不通 但此时此刻 他也不会去以卵击石的 怎么 你们还不快滚 对了 在滚之前 把占据的洞天伏地让出来 否则的话 我见你们一次 打你们一次 还有 那欧阳昌自己找死 你们要是再敢拿这件事说的话 我会让你们终生痛苦的 方寒与其霸道强横 直接呵斥 立刻就让图皇欧阳图 还有所有的欧阳世家弟子 脸上青一块白一块 个个都无比愤怒 小辈 你太嚣张了吧 依仗这一件绝世法宝 就以为自己真的是个人物了 你如此严刑 如此嚣张 事可忍 孰不可忍 一个皇者忍不住说话了 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不是欧阳世家的人 而是公阳世家的领袖人物 你是什么东西 敢和我这么说话 想死吗 哪知道 他话刚说完 方寒目光一横 击射过去 刹那间 庞大的意志就笼罩了他 一张鬼舞圣徒 出现在了他的上方 方寒竟然说出手就出手 直接抹杀 简直嚣张的令人发指 好像自己是天君之子一般 根本万事不管 先弄死对方再说 鬼舞圣徒击射出万道神光 无数神族战士 鬼舞天君的虚影 从其中跳跃出来 对着公阳世家的皇者 进行磨灭 现在 鬼舞圣徒的力量又增强了不少 因为方寒沟通宝剑 源源不断地把宝器收入途中 淬炼形体 使得里面的气灵阵法 都不断地壮大恢复 这图配合方寒现在的力量 也可以磨灭皇者 就是没有八步浮屠那么快 那么直接凶猛 放肆 公阳世家这尊皇者的脸都绿了 感觉到了强横的力量 立刻双手撑起 打出了万道仙朔洪流来 张口一吐 一挂天河式的剑光击射 居然是自身修炼的剑气 要撕裂鬼舞圣徒 方寒大吼力圣 魔合无量 那阴波汇聚成一尊巨大的铁拳 狠狠朝剑光砸下 剑光破裂 那尊公阳世家的皇者 全身都流淌出鲜血来 每一滴皇者血色 从皮肤之中喷泉一般地积射着 在鬼舞圣徒之中 居然开始炼化 方寒居然要在天庭之中 当着如此之多的人的面 生生炼化一尊皇者 第2069集 挑战 这不是他凶狠 他需要立威 他早就推算出来了 这次来到天庭危险重重 与其低调隐藏 还不如直接表现出实力来 让许多人顾忌 其实的现在的状态 想低调也没办法 哎呀 快来救我 我就要被炼化了 千万年苦功 毁于一段 这尊公养世家的至仙皇者 惨叫起来 无比凄厉 好像被人阉割了一般 按照道理 至仙皇者是仅次于天君之下的人物 一举一动都有威严 有法度 但是在生死面前 任何人都是平等 无人永生 所以在感觉到自己即将磨灭的时候 都是极其恐惧 人人都听到他凄厉的惨叫 心都揪了起来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方寒实在是太凶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边突生 方寒的心灵 首先就感到一股极大的危险 紧接着 在他的心灵感到危险的瞬间 一条刀光从虚空中出现 这条刀光波浪滔滔 大河汹涌 在那刀河中 无数的持刀战神在其中挥舞长刀 把刀之真谛演绎到了极致 有志强的皇者 从虚空中一刀劈来 斩杀向方寒 要撕裂鬼舞圣徒 甚至方寒感动的刀光中 亡品仙气的气息 风云 小心 这是图皇 天地同寿的强者 秦皇南宫伤心一看着刀光 大吃了一惊 双手迸发出剑气 汇聚成了一道道的图画 剑画 要抵挡住那长河汹涌的刀光 秦皇 你敢阻我 我是天庭之规矩 敢在天庭杀人者 杀无射 刀光之中 传递出来冷冰冰的声音 那刀光随意的一转 噼里啪啦就把秦皇南宫伤心的 剑光破掉 随后刀光凝炼 扑向方寒 站在鬼舞圣徒之中 鬼舞圣徒立刻爆发出了鬼哭神嚎的声音 主神祝福之光环此起彼伏的闪烁 是鬼舞圣徒自己修复的光芒 这一瞬间 方寒就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鬼舞圣徒的元气起码被斩灭了三分之一 那刀光得有多凶猛 鬼舞圣徒给我收 方寒大吼了一声 把手一招 那鬼舞圣徒就立刻缩小 画了一张图画收取回来 想退 在我屠荒之下 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刀光之中 冰冷神念再次传递出来 刀光如影随形奔腾过来 批杀向方寒 不把一个人撕裂绝不后退 哼 想杀我哪那么弱 你以为你是天君吗 方寒的脸上自始至终的冷静 没有一丝的恐惧害怕 在刀光席卷的瞬间 它整个人变化成为了一条龙 人宝何意 八部浮屠和刺身晶体神国 结合在一起 它化为一条洪荒祖龙 这祖龙长达千丈 胡须飘飘龙角分岔 抓有十根 每一根都代表着十种极端的力量 是龙族独有的神威 身上的鳞片 一道道太古符文的气息 激射出去 和冥冥中一种伟大的存在 结合在一起 纪元神权 人宝何意之后的方寒 长吟呼啸 群龙俯首 苍穹居然都化为了一片片的龙林 而且横河杀术的龙族符文 以它自身为中心 扩散出去 在场的所有的人 一沾染到这龙族符文 顿时力量 陡然增加 身上的法力神通 都被龙族符文所改造 甚至是欧阳世家 龙阳世家 还有天庭一些守护者 圣人都不例外 他们全部都被龙化 欧阳世家的皇者 图荒欧阳图 首先头上长出龙角 但是他却控制不住 周身的元气 潜意识里面 居然对方寒产生了一种沉浮的感觉 不由自主地发出龙族的咆哮 对着席卷过来的刀光 拍出一张 所有的高手 除了秦皇南宫伤心之外 都被彻底龙化 对方寒产生沉浮 嗷嗷龙吟间出手 整个天庭这一个角落里 演化成为了龙之国度 这就是八步浮屠的厉害之处 八步浮屠到达王品仙气之后 彻底把种种神庙都激发出来 方寒就继承了当年 洪荒祖龙的一部分能力 传闻之中 洪荒祖龙在虚空中游异 波洒龙族文明 身上的气息每到一处 哪里的虚空就会转化为龙之国度 所有的人 事 气 空 都会转化为真龙 对祖龙产生沉浮 现在方寒施展出这一招来 人宝何意 虽然不可能到达洪荒祖龙那种 永远转化的地步 但却可以暂时使得身边的人 一下化龙 对自己产生沉浮 就算是敌人也不例外 除非是修为境界远远高过自己的 天地同寿的高手 还要无上宝贝守护自己的人 在场 刹那之间 只有南宫伤心一个人没有被龙化 杀 方寒龙化周围的所有的人 元气凝聚 等于是所有的人都向那道刀光同时出手 浩瀚元气如同滚滚天威 撞向刀光 那刀光居然发出了愤怒的呻吟 似乎活了过来一般 最后一声惨叫 支离破碎了 元气消散 而在远处 出现了一个手持巨大屠刀 身材高大 脸上刀销腐杂的男子 这男子皮肤裸露 穿着一件战裙 身上的肌肉随手一抖 就能够引起一个真正的空间爆炸 似乎是天生就为了毁灭存在 屠皇手持屠鹿之刀 王品仙器 天地同寿境界的皇者 在天庭之中享有极高的权威 不知道斩杀了多少异端的高手 出现了 刚才那一刀就是他斩杀出来的 破掉南宫伤心的剑气 还直接撕裂鬼舞 圣徒使得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元气 最后才被方寒施展出龙力 一举击破 可见此尊皇者的实力 简直是惊天动地 屠皇一出现 整个现场都寂静了下了 第2007世纪 屠皇 一些龙化的人也纷纷恢复了正常 当然 方寒并没有发动最强力量 否则的话 这里的圣人全都要彻底变化成真龙 成为八部浮屠元气的一部分 他刚刚只是动用龙化的力量 让所有的人对屠皇 发动攻击而已 屠皇乃是天庭的执法者 可谓是最强执法者之一了 威严同样非同小口 实力也极其强悍 方寒刚才实验了一下 此人的法力不在羽皇之下 当然 现在羽皇利用图腾之冠 斩杀蛮族淬炼身体 又不知道强横成什么样子 此人手持王品掀器 屠鹿之刀 自身又是皇者巅峰 天地同寿的无上强横人物 我如果不祭出天蝉佛皇的尸体 根本奈何不了你 而且就算是祭出佛皇尸体 也就可能和他在伯仲之间 除非我自身实力 晋升到达了皇者至先的境界 才能够稳稳当当地胜过他 方寒在心中推算着 他现在实力虽然强横 境界也高 到达了圣人巅峰的修为 但是在天庭之中 要和诸多领袖高层相比 境界就还低了一些 必须要修炼到达 至先皇者的境界 才能够战胜天地同寿的强者 现在最多只能够抗衡 尤其是屠皇这种高手 修为久远 比南宫伤心要厉害 年身日久 在天庭中镇守 不知得磨练到多少手段 看刚刚那一刀就知道 此人绝对不可小事 当然 方寒也绝不胆怯 自从他把八步浮屠炼成 王品仙气之后 就已经不怕天君之下的任何人了 当然 这是单对单 遇到任何天地同寿的强者 他都有保命的机会 完全可以逃走 可以说 他现在十分的安全 图皇 这可是他们挑衅我的 难道就只允许我们羽化门 只挨打不还手吗 方寒面对图皇冷冷一笑 小辈 我可是只看见 你动手施展鬼舞圣徒 磨灭别人 你犯了天庭的规矩 我要剥夺你这次的参赛权 还要把你带到天庭神域 去接受审查 那我来吧 乖乖的老实点 图皇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最终落到方寒的面前 看着南宫伤心和方寒 脸上的表情是很正规的 公事公办的样子 众人立刻就议论纷纷起来 天庭神域可不是一个好地方 一般的人被抓进去 基本上都无法出来 遭受千万痛苦折磨而死 现在图皇居然要把方寒 抓入其中审查 摆明了是要谋害方寒的性命 图皇 你敢如此行事 这一场不过是门派之间 小小的争斗 完全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你这样是想激发矛盾吗 南宫伤心严厉的 激发矛盾 手持屠刀的图皇面色 抽动了一下 我不过是公事公办而已 冯元 跟不跟我去天庭神域 否则的话 你们与化门 都会失去这次天庭天才战的资格 就看你顾全不顾全大局了 顾全大局 方寒一笑 你笑什么 图皇的声音越来越冷漠了 图皇 我想问问你 大局是什么 比得上本座一根手指头 珍贵吗 本座是未来 羽化门的掌教至尊 地位尊崇 你居然想谋害我 大月我也知道 你是受了谁的指示的 有些事情啊 你还要不要过于颤恶 否则天君的怒火 你承受不起 方寒心中急促推算着 大月也知道了 这图皇肯定是得到了宁皇的什么授意 想来为难自己 但宁皇被自己和宇皇鸡得大败亏书 最后被升皇救走 这口气肯定咽不下去 自己来到天庭肯定要百般阴谋算计的 以宁皇的身份 算计自己那是易如反掌 随随便便找个掌权人扣个大帽子 就可以使得自己不敢反抗 乖乖地扶手听命 但是方寒岂会是扶手听命的人 他知道了背后混乱天君正在图谋 传说之杖都出现了击溃华天君的神念 自己也有后台 而且后台不比宁皇小 岂会怕这些阴谋诡计了 所以他直接点出来 让图皇有些事情不要参合 否则天君的愤怒他承受不起 他背后的天君 自然是多保天君的虎皮 放肆 图皇听了方寒的话以后 眼神一闪 勃然大怒 小辈 你也太狂妄了吧 今天我告诉你 你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必须要随我去天庭神谕 接受盘问 图皇 小辈不小辈的 不是你叫的 方寒手掌一翻 多出了一根权杖 这根权杖正是传说之杖 曝光 晶莹闪耀 传说的诗文在上面流淌 虽然是绝品仙气 但却无限接近于半绝品 而且最为恐怖的是 在这根宝杖之中 似乎有着一个庞大的异度空间 源源不断地沟通着某个世界 图皇眼神一震 传说之杖 不过是一件绝皮仙气而已 不对 那杖身之中沟通了宝界 而且 似乎并没有宝界那种独特的牵引之力 难道此子真的是多宝天君的传人 背后有多宝天君的道统存在 图皇 咱们修道之人 已是雅人 并不算什么本事 你做到天庭执法者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这样 咱们今天就来交手 我的修为只不过是胜利 和你天地同寿的境界 不知道相差多少 不过 我今天向你挑战 若是我输了 就随你去神域 接受你的盘问 当然 若是你输了 就给我跪下 磕头认错 方寒突然一下杀气腾腾 显现出了凶狠的獠牙来 这一番话 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地呆滞住